美元折線圖已經執行的話 理論上剛剛錄製下來 它會放在正中央這個地方 可是我要的位置不是這裡 我要它放在這個地方 就是M1的位置 所以有四個參數可能要改一下 兩個參數是它的坐標 兩個參數是它的寬跟高 那怎麼樣它可以放在我要指定的位置 接下來的話 你需要修改的地方就是 記得這個地方有個 add the chart 2 有沒有 這個方法 其實它後面這兩個參數是它的樣式 就是折線圖 然後我們接下來再加兩個參數 是它的位置 位置的話我希望你幫我繪製出來 是放在哪裡 放在M1這個位置 那我要怎麼剛好就位M1 其實很簡單 你就直接怎麼樣 打一個range 跟它講說我要放在range 哪個儲存格 跟它講說我要放在M1的位置 M1的 那你必須跟它講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水平位置 水平位置就是left 到點 那垂直位置呢 所以一樣再打一個range 點top 所以剛好畫出來 剛好就是這個點 所以它就幫你放在這個點上面 所以我加了這兩個參數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就豆點後面加兩個參數 那把它執行你會發現 它就剛好幫我把圖放在M1這裡了 第一個我們就滿足我們要的 第二個的話呢 那如果我希望寬度不要那麼 寬度的話 大概就幫我設定這麼寬 就到V好了 所以這邊M到V剛好10欄寬 那列高的話我不要那麼高 我大概10列高就可以了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10欄寬 10列高 所以後面的話再加兩個參數 所以剛剛有沒有 加left跟top 然後後面的話很簡單 你就跟它講說 我的寬度要跟這個 某一個儲存格 比如我們以M1當基準好了 那你用別的儲存格 因為它儲存格都一樣寬 這個寬度 然後後面加一個with with的話就是 可是問題不對啊 你如果用一個的話太窄了 所以你後面乘以10 意思就是 10欄的寬度 顧名思義 豆點 高度呢 那我再利用什麼呢 後面再加一個高度 高度的話就點height OK he 這邊有個height 那高度的話呢 就是它的這個M1的高度 列高乘以10 那意思就是10列高的意思 OK 那我們加了寬度 就是M1的寬乘上10 不過你要確定一件事 M1就是剛好每一格都一樣的寬 那這樣剛好它得到的也會是你要的結果 那M1的10列高 OK 那我們做完之後來試試看 我把這個先delete掉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希望它執行到這邊 所以我一樣讓程式 這樣不好放 所以把它這樣 OK 把它移到下面 這樣把它run一下 它會出現 在這個地方 有啦 OK 看一下 應該到V嘛 然後到10 剛剛好耶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們給了兩個參數 是一個laps 一個top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寬 寬是乘上10 就是以這個乘10嘛 那以這個乘上10 10列高 所以它做出來 就會剛好滿足我們要的結果 OK了喔 那OK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喔 其實我們再來就是要做呢 把美元改成人民幣 美元如何改成人民幣 接下來當然你可以怎麼 要不就再錄製一個人民幣吧 不過整理完之後你會發現 其實人民幣跟美元很多地方是相仿的 只是需要改 改哪裡呢 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來一下 那人民幣改的地方 基本上 我看一下 這邊改人民幣 人民幣 其實下一個應該就是人民幣吧 我看一下 這個地方 對人民幣對新台幣 那基本上 改的地方呢 大概就是 寬跟高都一樣 所以這後面兩個 那位置可能要往下放到 應該是放到M的多少 應該這個是M的11吧 OK 所以喔 只要把什麼呢 把這個M1改成M11 它的左邊跟它的上面那邊的位置 OK 所以第一個 改它的座標 第二的話呢 是資料來源 所以這個是Source Data 那你會發現它這邊有工作表集啦 所以其實我是建議工作表這個可以拿掉 因為其實喔 這個是不需要的 因為是在同一個工作表 所以工作表到金碳號這個可以拿掉 然後錢的符號也可以拿掉啦 其實理論上喔 理論上應該改成這樣就OK了 就是A1到B的25其實就OK了 可是問題來了喔 因為剛好呢 美元跟日期是在隔壁 所以它是連續的 可是日期跟人民幣呢 他們是分開的啊 那你不可能說你現在把A1加一個C25吧 那C25的話 會變成說連美元都會化進來 所以如果假設了 我們試試看好了 如果改成這樣 執行 你會發現喔 他畫出來變這樣 不對耶 為什麼 因為多了美元在中間 所以喔 如果我要改成正確的話 應該是改什麼 把A1跟B1 就是日期本身是一欄 然後中間加個豆點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C1冒號 C25 也就是說啦 這個range的話 會變成有兩個range 一個range是A1到A25 一個是C1到C25 這邊剛剛 那試試看好了 理論上這樣應該OK 兩個範圍 中間加一個豆點 好 執行看看 有沒有發現 結果出來應該OK了 所以啦 其實理論上上面這個範圍 應該也可以改成什麼 A1到A25 然後豆點 B1到B25 所以有沒有看到 這樣執行看看 這個把它刪掉 所以其實啦 理論上上面你也可以把它拆成兩個範圍 來表示 執行一下 也OK 所以喔 我們理論上 美元OK了 然後人民幣也OK了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如果要全部喔 因為總共有10個欄位吧 一直到紐幣 紐幣應該是紐西欄 理論上應該有10個欄位的話 那我怎麼做 哪不成再複製一個 然後再改嗎 有沒有下一個 大概只有幾個地方會變動 理論上應該是什麼 這個1嘛 這個應該是11 那下一個應該多少 21嘛 再下一個應該31嘛 所以其實應該它的關係是 初始值一定有1 然後後面的話呢 每變動一列就是加10的倍數 那當然初始值那個沒有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 可以得到一個變數 滿足這個條件 OK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第一個 這個前面一樣對不對 這個都一樣 那這個第一個是B 第二個是C 那下一個應該多少 下一個應該D嘛 那下一個呢 下一個應該E嘛 所以喔 有沒有 假如我要滿足第二個條件的話 所以理論上 我們後面如果要產生全部的折線圖的話 那可能要想一下 如何解決這兩個變數的問題 如果解決的話 那全部的折線圖呢 也就可以快速匯支出來了 至於怎麼做啦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全部的折線圖 所以喔 美元的折線圖 基本上原來的來源 我把它改成 類似像這樣 第一欄 豆點 第二欄 OK 然後 C欄的話也是一樣 第一欄 第二欄 然後 剛剛的程式 在這邊 有沒有 那其實我這個 我後來有改了 A1冒號 A25 豆點 B1冒號 B25 可以把它拆成兩個 不過也可以不拆開 因為它剛好隔壁 然後 這個的話就是把它拆開來的 這是人民幣的部分 OK 那底下的話呢 就是什麼 底下下一個應該就是 歐元對美元 那歐元對美元 其實也很好改啦 其實只是改了 一個參數 M後面的數字 變成21 然後這邊變成D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變成D就可以了 當然你應該不會想說 我們再來 再寫一個吧 總共要寫10個SARB 10個SARB再把它互相摳在一起 當然不太OK 所以如果要把它變成 全部的折線圖的話 那你要想個方法 可以解決剛剛那兩個變數問題